空中手术刀事件,英雄战机苏复27创造的世界空战历史。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,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,这个当时文明世界的空战。 1987年9月13日,巴伦之海上空,挪威空军第333飞行中队的杨塞尔维森机组驾驶的PE-3B型反潜巡逻机,正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。 10时39分,该机与一架过去从未见过的苏联新式战机遭遇。 10时56分,在距苏联海岸线48海里处,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PE-3B,在稍加调整位置和方向后, 猛然加力,从PE-3B的右以下方高速掠过,但是他的垂尾尖端撞上了PE-3B右侧外侧眼睛的螺旋桨叶片,损坏的桨叶中一条11厘米的碎片,在强大的惯性下被甩出去击穿了PE-3B机身,碎片像手术刀那样将PE-3B右以外侧的发动机割开一个大口子, 导致PE-3B机舱内施压,PE-3B的飞行高度在一分钟内掉了3000多米。 在坠海前的最后一刻才侥幸改平,勉强返航。 这就是冷战时期著名的巴伦之海上空手术刀事件,那架神秘的苏联战机,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苏负-27,而这次冲突,被作为最著名的苏军空中撞击战力载入史册。 。